就是她出到20年 但妳卻有7年沒有發片 對啊 所以今年算出到第13年 不管 先扣掉 不知道為什麼那麼久 來 先跟大家論好一下 大家好 歡迎你們今天來參加 這麼緊張的 其實我沒有緊張 是我的ANR很緊張 的聽歌位 其實呢 我在做這樣的專輯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隔了很久 沒有開始去製作的東西 所以我會回想到 像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 我為什麼會唱歌 緣由去開始 所以會想到我爸爸 想到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背景 那那麼的 就是小時候就如此的熱愛 這些生活中的音樂感 那她好像寫日記一樣 那我覺得這一次的我好嗎 是因為我們想要切入在 像我已經有一點點經歷 然後再當歌手這個崗位 這個事情上也做了算滿久了 想要再去回到那種最初 不要有什麼美光燈啊 這些的想像去把生活唱出來 所以這一次很多歌的那個歌名 都是可能有些是唱給自己聽 自問自答 然後覺得現在應該滿多女生跟我一樣 也會很想要問自己 你過得好不好 我好嗎 大家都在關心別人 然後很少關心自己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久了 本來都很美好的日常 但是現在卻覺得很僵硬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受 所以她其實是要表達 這一種曾經你們可能也許 一起去看最美的畫面 過最好的小日子 跨年的煙火 但是現在你什麼都覺得是一個淡淡的 慢慢減少的 已經再也沒有熱度的感情 然後你去回想說你是無奈的 然後你一個人是非常的悲傷的 當你自己發現的時候 對 你歌手公開好嗎 哈哈哈哈 無關喔 無關無關 我是在歌裡頭 知道知道知道 為什麼因為我現在的畫面好 就像你寫一本書 你也會在書裡過來的 你不一定在寫自己 你為什麼一直要跟蹤 謝宇軒在裡面 哈哈哈哈 那天橋你也去 那巴士 那客廳 那到京都你還跟 我真的沒想到 這是一個跟蹤狂的故事 我一定想變害 我聽完 因為我已經聽完講完專輯 我真的只有 只有六個字形容 不虧是瞭解我 真的是 這個等待是值得 你太會說故事了 然後太療癒太陪伴 你真的太厲害了 就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喜歡上專輯 然後享受一些美好的歌詞 5月16號就要上去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來